五步生命就死在獵人槍下 到底是誰帶獵槍來到現場 又是誰授權開槍的呢 原來有一名林姓獵人 他來自新竹 當時也被笑到現場來追捕 他一開始是說呢 受到了新竹獻服的委託 後來又說開槍之前 他有先問過 是六福村工作人員授權他開槍的 不過現在六福村否認 而且還準備要提告這個獵人 至於桃園市農業局 動保署長則說 他們來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就有另外一組人在了 就是獵人 當時沸沸已經倒地 也不知道獵人拿的是真槍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發現沸沸 已經中槍才會拍照合影 而新竹縣府現在也回應 是有請獵人待命啦 但是沸沸還沒有進到新竹 也沒有叫他去圍捕 縣長楊文科還強調 請獵人誠實為上 大家各說各話 責任歸咎該是哪一個單位 還有待調查理情 桃園市農業局人員二十七號下午三點二十五分 發射麻醉槍 沸沸一動也不動 傷勢嚴重 最後決戰 沒有 沒有 射發之前農業局人員大聲說話 又拿著槍枝對著沸沸 對比之前沸沸在社區逢人就躲 這次卻乖乖坐在角落 束手揪情 原來已經受了槍傷 但官員卻這樣說 他就自己上去照 然後也自己去做了一個 射擊的一個動作 那當下我們同仁所有的人 並不知道這一支槍是真槍實彈的槍 是誰下令獵人動手還原圍捕過程 原來農業局人員擊發麻醉槍 已經是第二波 在他們之前 就已經有人先進屋 第一波人員包括靈性獵人 喊動寶處以及屋主阿嬤 而靈性獵人疑似是由六福村人員授權開槍 不過六福村發聲明表示 全程配合桃園市農業局安排指揮 聽到槍聲才進到沸沸的躲藏處 將會對獵人提出法律告訴 對於新竹縣政府是否有指派獵人到場 農業處也作出回應 他已經在廢廢的案發現場了 你說我們怎麼授權 我們根本連見過都還沒見過 連談都還沒談 目前警方偵訊後 已經將全案移請定檢署指揮偵辦 來釐清後續的責任貴宿 華視新聞桃園新竹綜合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從本大看見到最新的書 feeling 六 六 公 六 六 六 五